歡迎大家來到拜託ATM 我是未來銀行行長胡瓜 我是湘宇 Sandra 在未來銀行金庫裡面充滿了錢 希望大家用智慧來換現金 今天的主題 創業者的智力對抗賽 哪個智 哪個利 智力跟經驗 一起來歡迎江黃化 江黃化 她常常在很多開獎的裡面 當公證人 我以前認識她的時候 這麼年輕 現在已經創辦了律師事務 就自己開事務所 歷史競爭很激烈 對 競爭很激烈 有這麼多官司可以打 沒有這麼多官司 所以我們除了開庭打官司以外 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像我最近就是也寫了一本書 也是跟法律有關 但是我今天把書忘在2024年 我忘了帶過來 但是看得出來她是一個認真的人 因為她有認真的打扮 有 跟我說未來科技 科技風 那我就穿未來科技風來 有 跟我們滿像的 這樣滿多的吧 對 接下來介紹的是艾亞 艾亞歡迎 大家好 我是艾亞 艾亞也當老闆了嗎 創業 素食麻辣鍋 對 我創業其實才兩年多 應該跟現場的各位比起來 我算是創業比較嫩一點 小白一點 可是她年年破譯 去年將近 就是期許今年可以翻個倍這樣 接下來介紹只有 妳來好好介紹一下 柏恩 好 歡迎 嗨 鄭博恩 可能獎錢了 妳怎麼又來了 目前是我們最高獎金的得主 4萬2 感謝江醫師的努力奉獻 對 她陪我廝殺到最後一刻 犧牲自己照亮我的帳戶 是 現在也當老闆了 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現在有兩個事業題 一個是薩泰爾娛樂 然後就是大家熟悉的夜夜秀 然後演唱這些IP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開一個喜劇的酒吧 叫二三喜劇俱樂部 在林森北路 接下來介紹Nanako 歡迎 Nanako是厭世甜點店的老闆 對 怎麼又取名叫厭世甜點 越吃越厭世嗎 就是我一開始 就是我們在討論要怎麼 成立這個頻道的時候 其實我本人自己現在很愛罵都罵戲 我以前當學員的時候 也超愛罵老闆的 所以大家都發現我這個特質 之後發現我就是很容易 跟別人引起一些共鳴 所以就結合我的甜點 就是我的專業 然後一起創立這個頻道 然後我本身在南港 也有開一間小小的甜點店 對 目前的頻道 就四十萬訂閱 不嫌棄啦 大家不嫌棄 比博恩高一點啦 博恩的個人頻道 博恩的個人頻道 對 歡迎妳來 歡迎 接下來是佩佩 佩佩 佩佩是婚紗店老闆 我很久沒看了 她剛剛門口碰到說 妳直接說妳是佩佩還是依依 她說我是佩佩 我知道 直接相報上名了 那妳事業還是如日中天 還可以 不要貼心 就現在有另外又開了一個補習班 就是有婚紗店 然後又有兒童才藝的補習班 我有結合還要補習班 要先補習 教妳怎麼樣 就是結完婚之後 大家會生小孩嗎 生完小孩要補書 就來我補習班 一條龍珠就對了 什麼時候葬儀色 還生 三千之約 這樣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還有活家模小 我被補免上了 好開心 歡迎 歡迎 介紹兩位專家 首先介紹超人氣美女主播 林沛傑主播 歡迎 主播是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的碩士 接下來介紹資深財經主播 鄧凱銘主播 大家好 是民船大學傳播所的碩士 目前是資深財經主播 那我們就進行我們第一回合 存款爭奪賽 進行我們存款爭奪賽 來 把規則稍微講一下 各位創業家請往後看 我們銀行的金庫呢 準備了五萬元 也可以轉回來囉 那這一回合呢 怎麼累積存款 每答對一個答案 就可以累積兩千元到你的帳戶 準備了五萬元 巧完為止 大家加油 這一題是由林沛傑主播來 舉千或差 第一題 Sandra請出題 2023年求職網針對曾經創業過 但現在已經結束營業的人們 進行調查 請問目前佔多數創業失敗的原因 前十名有哪些呢 請講的 你已經要亂按了 不行 他只有 我還沒講 請講的 好 很快 那個資金來源不足吧 因為我覺得那個 從一開始我們創業的時候 就是在資金這一塊 一開始 會想得很美好 就是你不會想到 如果我進貨的成本啊 等等之類 都覺得我準備這樣 200萬可能就夠了 應該是說你卡得很緊啊 對不對 算得很緊沒有 對 因為如果通常這樣 第一次創業的人 都不會預估說 臨時會有什麼開支 等等之類的 所以到最後可能周轉的時候 周轉不靈 就容易會結束吧 日經周轉 來 對 來請加兩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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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佩佩的答案講掉 好 他剛剛講他開店的位置 選得非常偏僻 那他有幸活下來 但是有些人就是 不幸活不下來 所以就是他可能開店的地理位置 選得不是非常好 來 對話說 對 就是算是說這個辦公室 或店面租金太高的部分 對 接下來 哪個 我想到的是 股東鬧不和 對 就是很容易 跟朋友 有時候這種親情 友情 愛情交織在一起 對 然後講得好像公司不分一樣 有時候想要大聲罵 又罵不出來 小聲罵又不夠力大 有些情緒出來了 對 就有些人在 拿錢出來 像剛剛博文講的真知 說不定有人不想拿錢 哪一個股東不拿錢 我不好是說 我身邊很多朋友 對 都是我身邊所有的例子 有時候我覺得就是 股東不和這件事 應該也是原因之一 股東不和 對我送 請增加兩千 而且股東不和 賠錢還沒事 開始賺錢就有問題了 要賺財產 大家點頭如搗蛋 你是遭受過什麼事 我聽過太多大陸 我們朋友在投資 一開始合作的事業是很辛苦 可以共同努力 但是一旦賺錢之後 開始不得了 其實我就是 會想到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在開補習班的時候 我是從來不 不問任何的支出跟收入 跟我的股東們 就是完全要報表給我 我也不看 然後我就 完蛋了啦 有缺員工嗎 對 用人不用 用人不移 找我相信的人 你們就去做吧 對 所以妳的答案是什麼 妳現在跟我們聊天嗎 對 聊天 妳現在是... 對啊 現在輪到妳了 妳不是聊天人 好 我要講我的答案了 我的答案就是 我覺得是人事關係很重要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 比如說規則我們可以定得很清楚 但是人... 員工這個是最難管理的 所以我覺得人事關係 很有可能店會到 管理員工對不對 因為剛剛是股東不合 對 或者是員工做得不好 比如說像我面試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遇到詐騙集團 我說我們服務業 是要有熱誠的心喔 你可以嗎 他就看著我的眼睛說 我可以 但之後就沒有 就懶散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請他走 之類的 七水小偷了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員工的問題 對話說 來 請 加兩千 對市場敏感度不夠 對市場 你不知道這個市場需要是什麼商品 結果你賣了一個商品 結果市場根本就沒有要賣 錯顧了市場情緒 妳這個意思是說 比如說跑到新加坡去賣棉袋啊 賣台南雞飯 對 羽絨衣這些就不行了 這種的 對啊 你怎麼可能會在那個地方賣 羽絨衣這些 對 來 請增加兩千 大家都開胡囉 你跑到美國去做龍鼻手術 誰會做 可是美國封唇就很多 你怎麼高層這樣 對啊 他們可能要縮鼻吧 他們可能 執法可能願意 出得比較快 我覺得可能 成本結構不輕也有可能 就是像是我一開始都以為 進貨價就是跟工廠我拿了多少錢 然後我算了 比如說盒子包裝這些等等 多少錢之後 我就沒有再預估 有可能他們會突然有漲幅啊 或是如果這些漲幅之後 對我來說 我的利潤是不是就不夠cover 我還有運費等等的 這些中間的計算 在創業的時候很難會 很難會完整的都全面顧到 很容易會忽略 有嗎 就是原料成本過高 可能沒有計算好 對… 好 我 這個 我講身邊朋友的公司 就絕對不是我自己的公司 對… 他可能那個公司有遇到一些 公關方面的問題 這個怎麼聽起來有點耳熟 導致各個合作夥伴抽單 很慘啊 大家都覺得 怎麼可以繼續合作呢 導致他們原本的收入就不見了 很有記事感啊 對…這個我是聽朋友講 我們大家都在聽說這個故事 真的喔 是禍蟲口出的部分吧 有可能 好熟悉… 所以她的總結叫禍蟲口出嗎 公關問題 對… 從沒有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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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特地了… 這件事情我還不是很明瞭 是那個公司發生什麼 你要問哪一個 因為有好多事情 都是同一家 但是好多事情 為什麼公關出什麼問題 因為一個節目出一個事 一個節目出一個事 喔… 我知道是誰了 對啊… 我在去勸我朋友啊 對… 像節目呼籲耶 對… 那…那個 我覺得會不會是 對一些法治法令的問題 不太熟悉 像有時候對員工 可能就是勞健保 大家最關心的 像我們自己開餐飲的 可能就是要遵循這種 衛生局的一些法令 像你蛋要怎麼放啊 生食能食要分開放啊 有非常多的規定 那甚至是大公司 有更多的這種 可能是財經的 一些制度的法令 那我覺得這是不是 也是大家會遇到一個問題 然後導致就是公司 就是妻離子散 那個叫做四分五 你也不叫妻離子散嗎 是差不多 差不多 來 最後錯 對…法令的問題 是 所以不要急著創業 要先了解 為什麼人家專門去念EMBA 是… 因為他回來比較錯誤 失敗率比較低一點 對… 增加兩千 對… 菲菲 我覺得可能是被同業同行抹黑 被對手抹黑 他怎麼抹黑你呢 就是比如說像有一次 我們有一個客人進來 才坐三分鐘 他沒有預約 所以我們就請他等一下 我們先服務已經預約的人 然後他坐了三分鐘就走了 然後後來我們的Google評論上面 就有負評說 我們態度很差啊 什麼不好 對…沒人理啊 什麼很驕傲 才剛開店就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有點害怕 因為那時候我在韓國 我一回國 我就趕快看監視器發現 原來根本不是他們講得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畫面截圖 我就會發現 平白無故有人這麼遠跑來 不可能只等了三分鐘就走 然後就想說有可能 對 敵軍 對…有可能 我覺得佩佩很棒 她是自己店發生事就說自己 比起我是講網話的人 講網話到底是誰 我講什麼的嗎 老師對或說 不對 我們也都是… 可能是個案比較… 可能是個案吧 因為她講的是簽詩名 對… 簽詩這種原因 對…好 這樣的話 創業者所有的事情都攔… 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手包 沒有交換給別人 對 她沒有交換給別人 變成說自己過勞 就旁邊人都不知道你在忙什麼 對… 這好像… 應該是歸於什麼的 應該是歸於人事的管理嗎 還是可能剛剛有講過 對…好 我聽過… 可是這樣算不算人事 就是有用錯會計 會計師的部分 是會計還是會計師 會計師 就是找錯那個… 因為你在挑會計師的時候 有時候需要信任度 然後結果被會計師弄了一筆 他整個公司的資金 就等於全部繳稅了 可是這些本身創業者 是搞不清楚的 就是到底哪一些可以合法的抵稅 然後或是我應該要繳出什麼單據 這在對一開始創業的人 像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真的都聽不懂 我就找了幾個 我學會計的朋友 先教我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完之後 再找到會計師之後 跟他很認真的 把每一條都捋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找錯會計師對或錯 錯 這剛剛剛剛有講過類似 可能也是法令啊 你財經的這個部分不足 那狗是你 客戶關係的維持不對 就是你 就像我做的甜點 可能我們有很多進貨的廠商 那我們可能在當中一些溝通不良 然後導致可能那個窗口 他的溝通不良 然後很多客戶對你沒有失去信心 他不願意進貨給你 甚至是不願意在可能行銷啊 或是各種的層面去給你幫助 就是他沒有維持好 跟客戶人際關係 導致人和不好 那會不會也是新創公司倒閉的原因之一 講得那麼長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 但是抱歉沒有 不是 對 來 其他可以解說一下嗎 好 其實這個是根據調查 發現沒有辦法馬上賺大錢 這是剛剛可能大家沒有講到的 因為可能大家都想要創業 想要趕快可以獲利 那但是在可能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時間內沒有獲利的時候 就想要收手 或者是就想要退出這樣子 那其實根據經濟部的 中小企業的一個統計 大家應該知道 創業一年倒閉的機率是90% 那剩下的10%存活下來這些呢 在這個 九成會在五年當中來倒閉 簡單來說能夠撐過五年的只有1% 所以大家都蠻厲害 那其中呢 後續的資金不足啊 缺乏客員 都是佔滿大宗的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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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